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媒体记者 人员问题需谨慎 不伦数字加减赞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女士 于3月28日指出政府违反了民国 91年公布之环境基本法 并认为不可思议与难以理解 所以民进党向来惯用片面 不完整的资讯发起争议 已不是新闻 但若未接触过相关条文 知社会大众乃可能遭受 这些偏颇资讯的蒙蔽 一句蔡英文女士叙述的是 环境基本法第23条 政府应订定计划逐步达成 恢和家园目标 并应加强核能安全管制 互设防防物 放射性物料管理其环境护射侦测 确保民众生活避免护射危害 因此认定政府违反法律 且忽略了同为环境基本法的第21条 各级政府应积极采取 二氧化碳排放抑制的措施 并订定相关计划防止温室的一个效应 蔡女士曾提出可以提升火力发电效能5.8% 却不知道此几将增加更多的额氧化碳排放量 加剧空性污染 也违反京都议定书 另外提出国人节约耗电7% 但却不知道随时近年来季后的变迁 国人数位商品冬季软季设施使用量增加 用电量理创新高的一个环境之下 蔡女士仅以模糊的概念 口号来定定政府未来重要的政策方向 令人堪忧 确实任何国家都不愿意以具污染性的人员 为最终发展的目标 但是台湾在未有取代核电之替代能源下 现实用环境的用电环境的考量 却也是决策人物与专家所要平衡的一个重点 能源问题涵盖国家安全与发展 若秦以画大秉图数字加减的轻浮态度来因应 而过于轻视了问题的层次 本习认为行政部门应以现实 专专业层面来拟定可行的替代能源的时间表 并以专业负责的态度面对国人 对核能安全的忧虑 做好保障国人生命安全的各项措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优责 请不吝点赞 按赞 转发阅 转发阅 转发回応关机